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什么资料从web 本来你想说 我那个本来应该有表格 然后我只要打勾 他就自动跟我放过来 可是问题是他有保护了 那怎么办你就可能抓不到了 要不然抓得到 这边重新 里面可以做一些设定 可是还是挺麻烦的 像还蛮多的网页都会做一些保护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建议各位就可以利用另外一招 那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提供一个叫做改用IE物件下载 那所谓的IE物件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VBA去呼叫什么 呼叫IE软件 但呼叫的方法不是用滑鼠去点开 是透过程式的方式 那我把什么 我把IE软件在我的什么 背后在程式的背后执行 那我只要怎么样 在背后把IE软件打开 并且告诉他说 帮我连到养护的股市 那他会在程式里面就开起来之后 那开起来了 那你可以显示 那如果不显示的话 我可以要抓取 跟他讲说 我要抓好 那个浏览器里面的什么位置的什么资料 我就把资料通通都倒到那个 所谓的 ECEL里面 这个可以改用IE物件来做 但是 跟各位讲一下 难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所以这边也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 之前那个 就是没有用IE物件之前 大概会有几个问题 即便你可以下载 可是也是乱嘛 OK 或者是说你根本连下载 都没办法下载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但是这个方式 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怎么样 把IE物件叫进来的话 你恐怕要需要用到一个方法 在VBA里面提供一个方法 叫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的意思是说 顾名思义 我要把什么IE 这个浏览器 当一个物件帮我把它叫进来 也就是它帮你叫进来 放在记忆体里面 特别说后面名称就是Internet Explorer Internet Explorer 就是它的名称 电影application 意思是说我把它叫起来 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特别说是用VBA去叫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物件名称叫Set IE 特别说 如果我要把什么叫进来的话 它的语法固定都是用这样 Set 一个物件 这物件名称自己取一下 这个名称不一定要叫IE 你可以叫ABC也可以 其他名称 然后后面固定的名称 就是你要Create Object 什么Object呢 就叫做Internet Explorer Application 顾名思义 如果以后呢 同样的方法 你要呼叫什么 呼叫你Windows里面的其他层次 包含什么Word 而且我同意说老师我可以从Excel里面呼叫Word 然后再Word 把Word在背后帮我处理完之后 丢到Excel给我东西呢 其实可以哦 那呼叫的方法就是Create Object 后面就是什么Word Application 如果PowerPoint也可以哦 PowerPoint也可以 或者说你用Outlook Outlook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要Outlook帮我记信的话 你可以 可是Excel 没办法记信 但Outlook可以啊 你可以什么 一样嘛 Set什么呢 Outlook 等于Create Outlook.Application 也可以哦 这Outlook他也可以呢 在背后帮我叫起来 然后我就用Outlook帮我记信 你这样可不可以哦 所以哦 这边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主要是把 IE浏览器在背后执行 那当然执行起来 你需要做什么 一样道理嘛 就像你IE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我就把什么呢 网址给他 所以网址给他的话呢 你必须利用这个物件 后面有个方法 叫Namigate Namigate就顾必须嘛 就是我要帮我 这个直接连到这个网址 也就是说 我要连到水泥列骨 但是连过去之后的话 假如说我把这个网址 如果他后面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这个串接哦 把这个网址 其实他最后传过去的话 应该是等于水泥就好了 其实就是这个 Ctrl C 有点像把这个 放在这个浏览器上面 然后呢 因为这是串接嘛 所以最后应该是 C等于水泥 Enter一下 理论上 应该也会到那个 这个水泥列骨 不过因为传递的关系 好 那假如说呢 我们进到这里面来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底下有一个叫等待5秒钟 为什么要等待 因为你浏览器打开都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 可能会发生错误 有时候你可能 你的连线速度比较慢的话 那可能因为他来不及就被执行底下了 但是网页都还没有全部载入成功的话 那可能会发生失败 所以底下的话呢 就是让程式等一下 等几秒钟等5秒钟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其实有点 跟那个之前的方法一样 在这个IE里面呢 去找到什么呢 它里面有个Document里面有一个叫 GetElement Element就是元件 By Tag Name Tag的话指的是HTML 网页的那个标签名称 叫做Table Table的话 意思说我要抓哪一个表格 OK 那你想说 老师后面为什么关无事 指的就是说 第几个Table 那因为我找的话呢 它的Table 一定是从